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致地给大家讲一下我认识你的中医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中医它是和西医的 它首先它相比它的理论体系是不一样的 那西医的理论体系是以现代的生物学 以及各种科学的一些知识为基础 然后它去探索这个探索生命 然后去治疗疾病的 而中医却不同 中医它是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以及阴阳五行这些哲学理论为基础理论体系的 治疗的方式有很多 包括汤药 真酒 拔罐 刮沙 以及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 现在在国外普遍承认和比较受欢迎的是针灸 就是安克派 然后我们中医诊断方式主要是四诊 望闻闻闻切通过这些承的方式 不像现在的西医是用一些先进的科学设备啊什么的去承的方式的 它不是这样的 是用最传统的望闻闻切的方式 所谓的望闻闻切 望就是主要是看气色 手下来的一个人你主要是看他 他的气色是什么样的 主要比较为他的面部的一些颜色啊 以及他的舌胎啊什么的舌胎舌下 伸出舌头来我们要看舌下的 比如舌胎是什么颜色的 舌质是什么颜色的 以及舌下 它是什么颜色的 舌下的经脉是什么颜色的 这些有住内必行于住外嘛 这些外面表现的这些颜色 一些体征啊 它就可以提示我们一些疾病的一些消息 在我看来 中医和西医各有优势也各有利弊 就是对于现代急速发展的西医学来说 它的发展太过的局限性和传统 因为假设一个人有些疼痛的话 在中医看来 也不过是通过望闻问切 及脉症或者是出疹 来判断疾病的所在 而对于西医而言 它可以通过大量的检查 来判断病变的地点 以及病变的部位 以及病变的程度 所以对于中医而言 可能在某些程度上 它会耽误病人的病情 但是对西医而言可能是 能够在短时间内 掌握病人它的一个病变程度 从来可以非常好的进行 或许的治疗 这个是中医的缺点 中医的另外一个缺点呢 我觉得是中医它有一点止步不浅 因为对于中医而言 大多数中医学生的阅读文献 也不过是四大经典 以及各类的名家一案 我们的中医呢 它是在我们国家远古时代 在人类起源的时候 就一直开始积累 开始实践 然后在我们国家的 秦代和汉代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 医学理论体系 然后在后面的 近2000年的发展过程中 又得到不断的丰富 不断的发展 然后形成了我们现在 所使用的中医 而对于事业而言 他们五年或者是 更短时间内 就会不断的更新自己的学识 不断的更新自己的一些看法 然后这个呢 是对病人或者是对疾病的发展 是具有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但是中医它也有好的很多方面 比如说中医它是根据 阴阳根据 根据五行 或者是根据天地人 来判断一个人的健康情况 所以呢 它 它最主要的理论 核心的理论就是 一个就是阴阳五行 一个就是脏腹的理论 所谓的阴阳五行呢 就是古人在通过观察 事物 对立和发展的方面 所以总结 总结出来 事物的两个方面 阴和阳 有外感六阴 有七情内伤 外感六阴 所谓的就是 风寒鼠师造好 内情 七情就是怒喜思悲恐 阴呢 属阳的 属阳的方面呢 就 例如阳光 光明的 温暖的 这些就是属阳的 然后 要属阴的方面呢 就 你比如说 就是阴暗的 潮湿的 这些就是属阴的方面 寒冷的 这些就是 然后 再通过总结呢 又把它发展为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个 就是事物的五个方面 用这五个方面来概括 我们 它通过 天人合一的思想 通过观察自然界的 这些事物的发展变化 然后 把它联系到我们人的身体上面 所以就 用 木火土金水 五个方面 来概括我们身体的健康 还有疾病的 发生发展的过程 然后 在治疗方面呢 也是通过这几个方面 我们讲究 阴阳平衡 五行能够相克相治的话 人就是健康的 如果阴阳它出现了不平衡 某一方面过多 某一方面过少 或者某一方面过亢 某一方面不足的话 它就会产生疾病 然后 我们的治疗呢 就通过来调理 来调整这些不平衡的状态 把它调整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来治愈疾病 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就是一个这样的 尤其是在现 如果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 特别是西医上一些 就是西医不能解决的一些 功能性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 这个人 这个病人 他可能在气质上 没有什么问题 去检查呀 各种拍CT呀 照避超啊什么的 然后 它的脏腑理论呢 因为我们国家古代 它没有那个 没有精准的那个解剖学 所以它都是 所谓的五脏六腑 它都是概念上的五脏六腑 然后也是 也是功能上的五脏六腑 并不像西医所谓的 心啊 肝啊 就是一个 一个器官 它 我们所谓的五脏六腑呢 它更多的是偏向于 五脏六腑的功能 画面的论述 它就包括 肝心 脾肺 肾 这是五脏 六腑的话 就是 胆 胃 大肠 小肠 还有一个三胶和膀胱 这六个呢 我们叫它六腑 然后五脏六腑呢 它也和 和五行是相对应的 我们在治疗 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时候呢 都有一个整体的观念 就是 这五脏六腑 它的功能如果是平衡的话 人是健康的 就这儿疼 那儿疼 有的病人甚至 特别是有一些抑郁症啊 或者是什么一些 不能查出 那个 治病因素的那些疾病 就是西医不能查出来的 它往往可能会 到达 到达痛苦欲死的那种 那种情景 在这种情况下 西医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疾病用中医治疗效果往往很好 因为我们中医上讲 这个治病因素有很多 如果它出现 它出现某一方面的不平衡 某一方面的过亢 某一方面的不足的话 就会导致疾病 而我们在认识疾病的时候呢 也并不是 西医在认识疾病的时候吧 就是在它认识它的病因病理的时候呢 就会通过分子学 细菌 细菌 以及细胞学这些来 来观察 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 来观察它的 来 通过实验 实验室的方法来认识它的病理 而我们中医的话呢 它并不是像 像那个传统的西医那样 就是头病治头 脚病治脚 我们中医说的话 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它出现疾病的话 它都跟它的整体是相关的 就比如说我 头疼 头疼的话 它不光是 说要通过药物来治痛 要通过药物来治疼 而是说 它是因为这个五脏的不调和 阴阳的不调和 所以才出现了这个疾病 所以的话 它会通过望闻问切 这四个方面 来结合其他的症状 来判断我这个疾病 是这个头疼 是哪一个脏腑 出了问题而引起的 所以 它的治病的最终的落脚点 它都是要落脚到 五脏六腑上 通过调整脏腑的不平衡状态 来达到一个治疗疾病的作用 这就是中医的治病的 一个基本的观念 比如说现在来说 它的生活压力过大 等等等等 会有焦虑 抑郁等 这些通过西药 可能治疗效果不太好 但是中医 它是讲究人文的 它是比较人性化的 接下来我讲一下 中医另外一个弊端 就是关于中药 就是在 在很多年以前 由于 中国它的地势辽阔 地域宽广 所以就是会生产 很多不同的植物 而这些植物呢 被人们认识和发展 并用于治疗疾病 在当时看来 在当时而言 这种植物的效果 这种植物治疗疾病的效果很好 而到了如今的中国 由于经济不断的发展 环境被破坏 导致许多中药 它的质量不断的下降 有效成分含量不断的降低 而直接导致它治疗疾病的疗效降低 这也导致了 人们对中医中药的不幸 从而影响了中医中药的发展 还有一些是 比如说现代社会的一些 肿瘤的治疗方面 西医主要是通过放化疗 然后在放化疗的同时 其实它伤害的不仅是一些 肿瘤性的肿瘤细胞 更大的程度上 它伤害了人体的正气 把人体的一些 非常健康的细胞也伤害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对人体造成了一个损伤 但是中医它会通过 辨证论治的方式 然后看这个药 它一方面是曲血 一方面是浮症 所谓的浮症 就是培股人体的正气 通过补气血 调阴阳等等等等 我毕业于北京中央大学 中医股肠专业 现在就职于 中国中医科学院汪京院 是一名推拿医生 主要从事手法治疗 颈尖腰腿痛 然后手 推拿的作用 主要是输筋活血通过止痛 通过手法的刺激 是患者的疾病 得到疾病或症状 得到缓解 痛苦得到缓解 然后还可以用来治疗 失眠腹泻 还有一部分是小儿腿拿 我的导师是一名骨伤 骨伤科医生 然后他的手法 主要是悬梯手法 用来治疗神经根型颈颈病 效果非常显著 有一次我在他的门诊 见到一个患者 然后脖子痛得动不了 然后保持一种僵直状态 感到十分的痛苦 但是通过老师的放松 放松他的颈颈部的肌肉 然后再用手法 手法调整他的颈椎关节 然后就能 然后患者的症状就立马缓解 再圆的一个区 这总共分为 一二三四 金甲四区应该是 所以我就感觉到 手法的十分神奇 就对此产生了 很强的好奇心 所以我在以后的 研究学习过程中 就越来越侧重于 推拿手法治疗各种疾病 这就是我和推拿的渊源吧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 都被大家认识的 都被大家知道的例子 中医治疗疾病的例子吧 中医治疗疾病的例子呢 在我们国家呢 是数不胜数 非常的多 而且历代一家的 也有非常多的实践 但是呢 被国际所认识到的呢 也并不多 举几个大家都能够 知道的例子吧 首先呢 一个就是 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爆发了一个 嗯 流感 就是非典型肺炎 当时在全国很多范围内 都已经爆发了 而且它的传播速度特别快 然后症状呢 也很严重 预后效果非常不好 当时在 当时西医呢 也是在 也是在非常努力的研究 它的通过 通过它的治病的病毒 然后通过它的病因 两方面 通过来控制它的疾病的发展 来 来 来寻找这个治疗疾病的方法 但是呢 这个疾病 因为它发展太快了 有的时候都来不及 还来 来不及来治愈它 就已经 人就可能已经 病死了 然后 中医呢 当时在 中医在这一方面 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医 在中医 在中医认为 这个非典型肺炎 还有流感这些 它都属于 瘟疫一类的 而在我们古代呢 在尤其是在 清代的时候 很多医家就已经 研究出了 对瘟病 瘟疫的 治的变证论治的 一些思想 都比较完善了 而我们 我们中医呢 就 再回归到那些经典 再回归到那些 古人的书里面 去寻找 去寻找 治疗瘟疫的方法 然后通过 通过 运用万文问切 然后辨证论治 通过辨证论治的方法 来 组方 给 来 来组成一些药方的话 来治疗 来对这个非典 非典型肺炎进行治疗和 预防 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是我们中医 一次非常成功的实践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得说一下 大家都可能 应该知道的就是清浩素的 清浩素的研究 清浩素的是我们 我们国家 图优优教授 就是研究出来的 他们对世界 世界上 对世界上 尤其是 尤其是生活的 尤其是那些 瘟 那个 瘟疾 瘟疾爆发的地方的人们 给他们 带了 带来了非常 非常大的希望 就是来治疗这个疾病 因为大家都知道 瘟疾的话 在世界范围内 它流行 它 它的 都一直在传播和流行 而且它的 以前呢 一直没有 没有能够很好的治愈它的 方法 然后 然后图优教授 就通过 从我们国家 一个草药 清浩里面 提取了 用现代的 用现代的 治药手法呢 提取了清浩素 提纯了以后呢 它对 它的瘟疾的治疗呢 又 嗯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嗯 然后也满救了 很多的生命 然后这个清浩 清浩呢 在我们国家 是 在我们国家的 传统中医里 它是一直在使用的 一直在使用 用于瘟疾的治疗 然后 清浩素 虽然它是 结合了现代 现代的 呃 治药技术 才把它提取出来了 但是它的 发现这个药的灵感 它也是来源于 我们中医药 因为清浩素 它在提取的过程中呢 经历了很多的 挫折 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好 它用的时间非常长 又就是因为 找不到一个适合的 能够提取出来的方法 然后最后 还是回归于我们的 呃 中医的 古代的经典 经典书籍中去 就发现有一句话 就说的是 清浩一握 搅取 搅取 之 然后通过这句话呢 就可以看出 古代 它用清浩的方法呢 它不是用于 用水煎 或者用什么 不是用水煎的 它是用 它来榨汁 榨汁来 来使用的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古代人 它对清浩 已经有了 很明确 它对清浩的运用 已经有了 很明确的方法 就是 不能 不能用 用水煎的方法 得用榨汁 这个就说明了 我们清浩的提取呢 不能用高温 高温 接触的方法 也不能 也不能通过水 来提取出来 然后 所以就 从清浩一握 搅取之 这几个 这句话呢 就得到了灵感 然后 头佑教授 他们就通过 用 用以迷的提取方法 来把清浩素 从清浩里面 提取出来 这样才发明 发现了清浩素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中国 运用中医 成功的实践的 两个案例 也是被世界范围 所认识的两个案例 其实就是一个 治病不留人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人性化的 那东医在上面 就比较占有应识了 他通过这些 整体的一个调整 然后以人为基础 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然后在功课肿瘤 这个方面 他占有非常 就有很重要的地位 而且现在 现在来说呢 什么各种生物疗法 什么的发展 一般情况下 都是用中 不管是现代的 放疗和化疗也好 它会出现一些 副作用 比如说恶心有痛 不能吃饭什么的 在这种情况下 吃中药可以 抑制它的这种 副作用 从整体上提高 生物质量 我觉得在这方面 它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在一些 就是之前说过的一些功能性疾病 比如说白巅峰 还有什么大动脉炎之类的 这些疾病 还有肺动脉栓塞 这些可能用西药效果 效果也往往不好 但是在中心上变重认质 可能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其实这也是在之前 是有非常多的 一些成功的案例的 然后就是还有一方面 就是中医 它特别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是在养生这方面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大家都是想异寿延年 那怎么异寿延年呢 其实中医皇帝内经上 说得很清楚 在上古天真论上 它就有关于养生 异寿延年的 很好的一些指导性的理论